這份工作真的就是不歸路 你沒有後路 如果你真的想停下來 這些孩子怎麼辦 他們要何去何從 那我們只有往前走 讓孩子在這邊有安全的空間 在溫暖的地方 讓他們有家的感覺 我是客家人 也是農家的那個子弟 那早期父母親就是重男輕女 大概一路求學就是非常辛苦的 那結婚呢 其實對我來講 應該就是重新的一個開始 那個家庭就是現在 我們創辦人的家庭 其實為什麼當初會成立幼安教 因為其實就是老創辦人的弟弟 車禍造成下半身癱瘓 其實看到那個家庭 其實因為這樣子 做了很多的改變 所以在他要退休前 就想是不是可以做一下 生長者的服務 他可能可以有 有他要去的地方 他可能有要訓練的地方 甚至到最後面 他可以回歸家裡 甚至他可以找到工作 我想這個就是幼安的一個信念 剛開始其實我們想法就很單純 只是讓孩子們吃飽 有地方住 那這樣有人照顧就好 可是我發現不行 因為他們有很多的行為問題 之後呢 因為有去上了一些課程 我發現這些孩子是可以被訓練的 越早發現 越早治療 越早刺激 他的能力真的是可以很快速的提升 到最後面 可能他可以跟正常的孩子一起去融合 我們除了每天有休閒活動 每個月會帶他到社區裡面生活 到賣場去採購他們自己的用品 其實就是讓他很生活化 那我們經常跟所有老師講 就生活即教育 教育即生活 他們從這裡學習到 他們很多的能力出來 我們的LOGO就是一隻小烏龜 慢慢走 慢慢爬 其實他可以到達終點 就是那個過程 要很多的陪伴 要很多的愛心 其實幼安的那個所謂的信念 就是尊重 包容 愛跟關懷 最後面是專業 我們就是一個住宿教養 慢慢延伸到社區有早療 零到六歲的小小孩 那到後面有所謂的成人服務 那另外我們有老人服務 其實為什麼一直擴展出去 這也是最近一直在強調的 所謂的CRPD 生權公約 讓孩子做自己的主人 讓他決定他想去哪裡 讓他決定他想過的生活 那我們就透過我們的訓練培植 慢慢的讓孩子知道就是 它可以發生 他想去哪裡 那透過我們的專業評估 他能力夠了 我們就讓他回到社區裡面生活 我們老唱辦人經常告訴我們 不要像乞丐似的乞討 不要別人去施捨你 那他期待是看到用安是很用心 那孩子很努力 每天過著很快樂的生活 他一直在強調將心比心 你期待過怎麼樣的生活 我們孩子都是需要的 只是他不會講 很多的老師其實看到我們的堅持 當我們在堅持做對的事情 我相信就有一群夥伴願意加入我們這個行列 這樣的一個服務體制 真的要有心 當你有這份心的時候 你會想很多的方式來協助他們 現在老師老了 機構也老了 那陪伴支持跟所謂的人生最後終戰的一個協助 這是我們要面對的課題 我們現在目前已經規劃好了 期待這些年長者年紀大了 他可以移轉到那個老漢兒家園 其實真的就是很有尊嚴的離開 走了這些過程 看到很多的家庭 因為我們的協助 我們的幫忙 他們改變了 這也就是佑安在這個社會扮演的角色 雖然這份工作不容易 我相信社會還是溫暖的 更感謝所有陪伴 佑安走過30年所有的好朋友 感謝有你們 真的 佑安真的感謝有你們 謝謝 你